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哈囉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嘿嘿 趕緊 不要趕緊啊 你慢慢來先啊 我先進來 我先進來先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有哪一個是台灣的朋友可以打上來嗎 我是台灣的朋友 可以打上來嗎 可以幫我打上來嗎 如果有台灣人 誰是台灣人 可以幫我打上來嗎 今天 好像有一點緊張耶 今天有一點緊張耶 因為 之前跟他直播說 他還不是奧運冠軍的嗎 然後現在突然間 才不 不過 三個月吧 不超過三個月吧 他已經是奧運冠軍了 所以有一點緊張耶 有點感動耶 我是台灣的朋友 你好你好 晚上好 哈囉 晚上好 你們吃晚餐了嗎 現在 我先進來 然後 抽些人數 然後再 再讓那個 李陽進來 OK 應該是要說 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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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哈囉哈囉 晚上好 現在我們 我是台灣的粉絲 Wincent Lee肯定不是台灣的粉絲啦 你肯定不是台灣的粉絲 OK 我會認得你了 我認得你了 你肯定不是 你肯定不是 羅斯凡 Can share on your pag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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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can share I share now I share to my page 等下阿 我先 唉唷 OK我先發去我的 台灣嘉義 我是台灣的朋友 是嗎 Oh Joyce from Taiwan OK 哈囉 來 我先分享阿 我先分享去我的 我的那個 我先去分享 分享去我的這個 OK 我先分享阿 OK 阿 魚 奧運 冠軍 摧水 OK 有一點壓力阿今天 有一點壓力 我的歌會太大聲嗎 我的歌會太大聲嗎 我的歌會不會太大聲 晚上好晚上好 Jekky 好期待好期待 我也是有一點緊張 其實講真的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弄我緊張 有沒有 我有一點緊張 我的歌會太大聲嗎 我的歌會不會太大聲 不會是 不會太大聲是 不會太大聲是 哪裡哪裡什麼 等一下先阿 我當然是我這種小咖 當然是 進來先阿 進來錯人數阿 才 才歡迎 什麼 這個男主角進來的嗎 是不是 喔 等一下阿 我看一下 我有問題要問 有很多人有問題要問他 OK 我這邊有13個問題 但是慢慢問啦 慢慢問啦 其實 慢慢問 我的歌會太大聲嗎 如果我的歌會太大聲的話 我就跟他關掉他 我覺得有一點音樂 好像不錯一下耶 等不及了 快快看奧運 金牌 男神 現在 男神二等下男神一 下一場直播 我希望可以邀請到男 什麼 啊 男神一出來 OK 哇很多台灣的朋友耶 如果有什麼講 什麼話講的不太好的話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見怪阿 不要責怪我 OK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讀書的人來的 所以我講話的人有一點誇 但是我會很斯文阿 我會很斯文 你看我講話就知道我會很斯文了 看不出我緊張 肯定不可以看得出我緊張的啦 如果等一下我講話阿 如果我講話中風中風這樣阿 就是阿 就是阿 就是緊張阿 我來自台灣 你們是不是台灣人來的 你們是不是台灣人來的 唉呦 我是你的粉絲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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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你又帶什麼 氫化器 對啦這個氫化器 這個氫化器 現在空氣 空氣太危險了 現在空氣太危險了 所以現在你要帶這個 空氣氫化器了這個 然後 火睡眠又很好 這個火睡眠洗一秒 你不能睡阿 你買一粒阿 你放在隔壁 你睡覺的時候跟你講 太好睡了 太好睡了 我是中國的粉絲 OK 然後 然後 你的壁紙敏感 你又可以穿了 因為阿 如果你抽煙阿 你抽煙 你放在一個 一個蓋 然後你抽另外一個 放在一個蓋阿 他他在十秒裡面 可以幫你吸那個二手煙 就不吸完進去 喔 後面的brapid有賣嗎 等一下先拿 他進步到來 他 黎陽進步到來 我是 你帶著那個是獎牌 不是獎牌的 我帶著這個是不是獎牌 可能是 可能是佛牌的 佛牌 等一下拿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黎陽 黎陽 等一下 有看到黎陽 有留言給我知道 他現在靜著來喔 他靜著來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靜著來喔 等一下 有看到他 我現在看到不到他的留言 你們有看到他的留言嗎 有看到嗎 你們有看到黎陽的留言嗎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有看到 有看到他的留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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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我們換政府了 我也知道 我已經知道換政府了 但是我沒有講吧 今晚人數應該可以充8千 我怕他進不到來吧 問題不是8千不8千的問題 現在我有點緊張 進不來吧 如果進不來的話 我就要用那個 Streamyard了 進不來我就要用Streamyard 我來自台灣的高雄 哈囉 你好 台灣西北宋 幹宋 台灣幹宋 你帶著那個 那裡可以買 我在試這產品嗎 其實 有人找我代言 然後 我在試這產品 如果好的話 我就介紹你們 啊我看到黎陽了 OK 黎陽你可以留言嗎 黎陽你可以留言嗎 你可以留言嗎 黎陽你可以留言嗎 你留言我就可以拉你進來了 留言你 你私下留言 如果你留言就可以了 我是火星的 我是火星的 就想看幹宋 OK等一下先 我看一下啊 你你 啊 哎呦 啊有了 OK 應該是可以了 不要緊張啊 哈哈 啊哈 哈囉 嗨好像 就見面了 恭喜你 哈囉 沒有沒有 運氣好 啊 運氣好運好 靠搭檔 我搭檔很厲害 你的搭檔很厲害 你也是很厲害 沒有沒有 其實在決賽的時候 我沒有看你們打 你知道嗎 因為太快了 我在看第三第四嘛 對不對 那時候是打第三第四嘛 然後我在隔壁 你們應該是30分鐘就搞定了 太容易了 沒有 完全不容易 我們只是 我們開局也開不好 我們開局也很緊張 對對對開局的時候很緊張 然後 但是一打了 11分過後 就打得很好了 是嗎 中場過後 中場前 我們6比10之後 我們連拿兩三分的時候 就好很多 你覺得他們打得怎麼樣 因為我真的沒看 我要聽你講一下 我要看會重播 我覺得他們 可能 就是壓力比較大吧 我覺得啦 相較起來我們 壓力就沒有 因為我們輸完第一場之後 我就覺得每一場 都很難打 所以我就沒有去想太多 我們第一場就是想太多了 就是覺得 太多呢 其實我也是想太多 有時候我們說不要想 但是進到場就很多東西想 我就很想贏啊 那時候第一場就很想贏啊 那你出發之前 你其實是給自己什麼目標呢 先進八強吧 如果希望可以進 第一場輸完之後 就覺得沒機會了 你就輸給印度嘛 對不對 對 我們輸給印度 不太喜歡對他們是嗎 一定不太喜歡 因為他們也有一定的實力 但是那天確實 我們表現也比較 真的是蠻差的 但是印度打得 他進步很多了 我看到他們 那一組打得很好 那一組一直以來都打得 我覺得都打得很有水平啊 他們之前 還沒 停賽的時候 在法國也贏那個啊 很強耶 我覺得很強 我跟亨德拉大盪的時候 跟他打過一次在新加坡 那時候他還不是很強 因為他們比較不喜歡節奏上的控制 偶像你們會節奏控制 我們就只能跟他們互撞 對你們跟他互撞 他們就比較喜歡打 尤其是那個矮的打前面呢 我覺得他的技術蠻不錯的 進步很多 以前沒那麼好 後面那個也是進步很多 他會控制球的 以前都是一直出力 一直出力 現在很厲害 我先祝你生日快樂 因為你明天生日嘛 對不對 謝謝 所以我應該不需要送你禮物啦 你的禮物太大分了 奧運會冠軍 我們 我去馬來西亞有吃到榴槤就可以了 OK 我們的這個 譚天索儀的小篇呢 他有說到這個問題 他說 他要帶你去吃榴槤 所以你請放心 你來到馬來西亞 你肯定是有榴槤的 冰淇淋不吃 不吃冰淇淋只吃榴槤 榴槤的冰淇淋也是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吃榴槤就好 冰淇淋不吃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們幾時來 你們幾時會來嗎 有馬來西亞公開賽嗎 今天好像沒有了 你們會去什麼比賽呢 聽說那個澳門還有其他的比賽也是取消的 對吧 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確定我們 台灣這個比賽 台北公開賽辦不辦 不確定 對啊對啊 所以現在很危險耶 我們馬來西亞每一天都有 差不多兩萬 兩萬中那個 有人確診耶 確診 因為我最近比較少看到 我想說是 因為我們台灣最近比較平穩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這裡比較危險耶 我也是 我們也不敢出門耶 現在 危險 我先看一下問題 他們 形容你們決賽那場比賽獲勝的感想 這個是他們小篇給我的問題 有一點多 但是我抽幾個問題來問就好了 我們就聊天就好了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當下第一句話就是太扯了 居然是我們兩個 什麼 太扯了 就是我們沒有想過是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互相想太扯了 居然是我們兩個耶 怎麼可能 你們贏冠軍那時候嗎 肯定是不敢相信你知道嗎 其實我 因為 那時候你們直接拿三個比賽冠軍嘛 對不對 然後 他們就覺得你們肯定會打得很好 我覺得 因為已經 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 然後那個 那個心情也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激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我也是 蠻驚喜的 你們拿到冠軍 真的 我自己 我自己都是壓抑 我第一場輸完就 啊世界末日 拜拜 看來我們 我跟麒麟兩個 直接直接講好說 喔 那我們拼一下 三年後的巴黎吧 我們兩個已經講好了 對啊 我們那時候一輸完第一場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想說 我們不太 不太容易去贏 Kevin 就是 Kevin Marcus 對不太可能 我們覺得我們三連敗了 但是他們也 他們壓力啊 我們馬來西亞的也是六連敗 六連敗 七連敗 對那個Kevin 我說 輸了他們 很巧 對啊但是他們很壓力 我覺得他們完全發揮不到 對啊 那一天確實他們打起來 真的是壓力很大的感覺 對啊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奧運呢 是打打心態 我覺得 你再厲害也沒用 心態掌握不好 也是很難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想 替自己 股價打出一個成績 嗯 就是 訓練的時候很刻苦了 然後來到這個比賽呢 一定要打得很好 一定要打得很好 所以有這個心 對啊 因為想要拿 為了之前的努力 得到一些回報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說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以 當你做到太好的時候呢 我覺得應該是完蛋了 上去就壓力超級大 上去壓力超級大 對啊對啊 那現在你感覺你拿了奧運會 你會有壓力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 莫名其妙 沒有啦 現在可能 可能接下來 會有一點壓力吧 但是如果你可以 應該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不想輸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 對啊 還是要 因為我們自己都覺得 不可思議了 對啊 所以我們就還是做好 我覺得還是把運動員 該做做 做習啊 訓練都弄好 那 輸了就沒辦法嘛 因為本來 也不是說 歷年來的奧運冠軍 也不是說他拿奧運冠軍之後 就沒有輸過球 沒有一定是有輸的 所以要 當你 是有輸的 雖然我是沒有拿過奧運冠軍啊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拿的奧運冠軍過後 其他的比賽 就是有贏有輸的啦 你不可能永遠是 對啊 那 那是 我覺得那是一次性的比賽 當然它是我們 很 很 最高殿堂的一個 比賽 但是它是一次性的比賽 之後還有很多個比賽 一定還是會有贏有輸 就不可能每個人漸漸都在贏 我很羨慕 你一打第一屆奧運會 就拿冠軍 你看多好 我都靠搭檔 麒麟很厲害 麒麟很厲害 他殺球很重 欸 有人問我 就是說麒麟的 他的球拍 為什麼他拿的球拍那麼輕 然後他殺球那麼重 我說因為他有力啊 對不對 因為球拍拿的輕 然後要殺的重 就是要有力啊 我沒力 我沒力 所以他的球拍 對 其實沒力 想到重力的球拍好一點 因為就是甩下去 剛好就是重力的 你防守啊 進攻的時候就感覺它會幫助到你 幫你帶出去 幫你帶出去 那個吳瑋森啊 他用的球拍也是 AXABLE11 也是很輕的 很輕啊 但我之前是打習慣比較打 習慣輕的 因為我覺得抓球的頻率 你們打前面的應該要拿 應該要拿比較輕的球拍 有人問你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我們兩個現在是想要打 那個市井賽跟亞運 亞運會很難打欸 一定拿過市井賽銅牌 我拿過亞運銅牌 你拿過亞運銅牌啊 我跟哲迴 18年 18年 所以 亞運會是幾時呢 明年 明年在哪裡呢 中國 中國 那你 在中國啊 哇中國 滿不錯咧 中國辦那種很不錯 對呀對呀 然後這次的那個 你們沒有住在奧運村嗎 對不對 我們沒有 所以你們的酒店都還好嗎 因為我看你們 沒去的時候有一點新聞 到底那個是怎麼回事啊 一開始去是因為 其實我們是被疫情的關心 因為我們已經關在那個 訓練中心關很久了 所以他為了疫情的關係 讓我們去有點沒話做什麼 就是分很開 所以就比較 就算假設有人不幸確診 那就不會連 就是影響到其他人的感覺 就之前是說 他的規則好像是假設我 我確診 那我的前面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後面一個 反正旁邊那一個也要跟著 被隔離 但是我們把它做得很開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確診 那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想辦法 然後我看到你們 你們打那個 坐飛機去日本的時候 你們坐那個經濟艙 然後又有人坐那個 到底是什麼問題啊 剛剛講的就是防疫 就是那個問題啊 剛剛講的 我就沒看 因為那個新聞也是搞到蠻大的 我覺得 在台灣蠻大的 那你回來 坐商務艙還是經濟艙呢 坐商務艙 但是太短了 沒時間享受 就幾個小時嘛 台灣去日本 對三個小時就到了 三個小時就到了 你還沒享受 玩就 沒有吃冰淇淋 就已經 到日本了 有睡覺就到了 對呀 對呀 然後 等一下我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半決賽對 88組合2比0拿下 網上傳流一個影片 看到你和 握著哈山的手 什麼 點頭的是 那是什麼 就很尊敬他 而且那時候我們是 我們下來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已經贏了 然後下來 他們就一直說 你們 你們 就是加油啊 然後你們很有 就是有機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直很謝謝他這樣 然後我們還換那個PIN 就是那個 那個PIN換PIN 然後 就反正就是一直來 然後我們還拍照這樣 其實他們 應該是 跟不到你們的速度吧 我覺得 對嗎 你有感覺到嗎 我覺得 因為 因為他們 我們是住外面的那個飯店 對 他們 從選手村 到球場 要快一個小時 所以他很早就出門 然後我們那個 比賽時間 剛好又跨 那個 跨吃飯時間 跨晚餐時間 所以 他就變成說 我們四個人其實都是有點餓的狀態 所以 我們比較年輕 所以他們就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場地上他沒有準備那些食物嗎 不可能那麼差吧 有 有有有準備 但是就是 因為你也要準備比賽 就是那個進食 那個吃的不會那麼充足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 而且前一場又延賽 前一場又打三局 我們上一場又打三局 你們打三局嗎 上一場 上一場 就是我們 Follow by 就是上一場 打三局是嗎 但是我覺得你們的速度太快了 他們跟不上 因為他們也很壓力 你們的速度一直壓著他 避著他們 他們很壓力我覺得 我們開局也被3比0 蛤 慘了 我們第一局下去被3比0 我希望慘了慘了慘了 看來要打同盤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只要你有防守就可以打了 打印尼對吧 有一點防守就可以 但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也比較辛苦 畢竟年紀也比較大 然後打到那個時候其實也累了 我覺得 對阿 對阿 但是最近 確實最近 比賽的情況下 我們防守都還算蠻好 而且其實場地夠大 然後球夠慢 球很慢嗎 不快 球不快 如果是打球慢呢 我肯定是放棄了 放棄自了 真的 就是如果 我們這種還可以 再大一點真的很辛苦 對你們來說肯定是好啊 你們就是不用想太多 就是發力 就是控制 一點點啦 就可能 打得不要太 太緊 然後就一直發力就好了 對 因為我們 不會 比較不會那麼快累 所以我們就一直處理 一直處理 所以打得很爽 就好像 可以在場上發洩這樣 對阿 但是如果打球快的話 你們就很辛苦了 哇 打球快就慘了 快就慘了 因為 一年的那個組合球太好了 對阿 就是 對 就是他們 他們的發接發 然後跟殺球 然後連貫 然後防守 意識性太好了 我很想學阿 馬來西亞選手這個的話 大哥你也很好 你那個 那個推檔 我那天還在看 很好也是沒用耶 我不要學太多耶 因為你學太多的話呢 你太多打法 你有很多想法的 好像你們一個打法就直接 一個打法打就算了 好像我們 防守又可以 然後進攻又可以 又技術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但是 通常我們 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我們有更多個 打法 然後如果今天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換 當然 有時候事與認為 不是說我想學 就可以學起來了 其實 你問我 我也是 有時候我也是在懷疑嗎 為什麼台灣的選手 那麼有力的 為什麼他們的抽檔那麼硬的 我在前面 壓的時候 壓不死他們 然後你又 你又到回想我 你要學我的 我又想學你的 我覺得每個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一點 每個 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特色 像印尼他們的 的那個防守 就 我覺得我都會歸類 中國韓國會比較接近日本 然後就是很硬 就是一直抽一隻很能防 然後 印尼馬來是比較接近 就是很有意識性的 他們 你們是打完之後 你們會知道你們要幹嘛 然後我們台灣剛好 接在中間 對對對 但是 以前 從以前我們跟你們的台灣選手打 我覺得你們的抽檔很好 我看你們在活動的時候 我看到我都開始緊張了 就 因為我打的時候是那個 李勝木他們 李勝木還有那個 教練他們 還有那個 陳宏林 哇 很難殺死他們 太強了 防守 就我們很強調防守 我們現在說 防守差一點就是背馬 防守差一點 啊防守就是太爛了 對啊 不管他不會理你進攻好不好 他就說你防守太爛了 對教練嗎 對啊 對啊 那你現在還有幾天 你隔離還有幾天呢 還有 還有七天 今天明天七天 還有七天啊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嗯還有一個禮拜 那我看你 你就是說 隔離完的時候 你要幹嘛呢 你要回去見你的家了嗎 第一個 先 對啊 如果可以先休息的話 當然可以回家 當然是最好啊 對啊還是想回家 我覺得先休息好一點啊 現在 嗯 都拿了那麼多獎金了 應該休息一下 為了 走 有時候 我沒想休息 他們會讓我休息啊 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問啊 很多人想問 因為我有問過你嗎 我也不 因為很多人喜歡問 你們的獎金拿多少拿多少 其實 很多人想知道 但是我也不想問太多啦 我想問的就是說 之前我有問過你啦 就是說那個 那個一個億 台灣幣的就是 沒拿到吧 對不對 沒有沒有 那沒拿到 那個騙人 他騙人 哇他在看著你的直播耶 你說他騙人 那明天就 沒有 他是 提供建議 他提供建議 他說他建議 建議我們如果有人可以拿冠軍的話 應該獎勵一個億 但是他沒有拿出來 他是建議 一個億啊 大概是四百萬 四百萬那個美金 四百萬美金差不多 差不多 不到四百但是差不多 哇 我以為當時我看那個新聞喔 哇 拿到一億我就在那邊算 在那邊數哇 四百萬美金也很多耶 很多耶 但是他是台灣首富來的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是不是耶 但是他 他就是普遍人的印象的首富 對 那我覺得你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應該是要 你們對於排名在乎嗎 世界排名 當然如果能 越前面當然越好啊 畢竟我們現在是第三 然後 我們 我們最 最佳成績就是有 李勝木他拿過兩個第三 就是兩次 他配方建民學長 然後跟蔡佳馨學長 都是拿第三 我現在加我第三 所以你要 上第二或者是第一啦 希望有機會 希望不要掉太快 應該不會掉太快啦 因為啊 有時候啊我不知道你有發覺到嗎 就好像你 你拿了大賽冠軍 然後你去打球的時候呢 你隨便打都隨便贏了 你有這個 沒有 我有這個感覺 因為就好像 對手會很尊重你 可能 這一次你去打 你去打比賽 你可以嘗試到那個感覺啦 因為 因為我們都會尊重對手啊 因為看到 哇這個對手是奧運冠軍 我們就可能尊重一點 所以打的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比較 就是會比較多想法 比較多想法 嗯 對啊對啊 所以 我覺得 蠻開心的 在這個疫情期間 拿到奧運冠軍 我們是很感謝台灣 防疫防的好 真的台灣人防疫防的好 要不然我們就不能正常訓練 我們算訓練的蠻好的 哦是嗎 嗯 因為 因為有賴 疫情我們控制的很好 所以 就是大家 就是醫護人員很 前線醫護人員很辛苦 然後 然後大家 台灣人民對於 防疫這個觀念 其實都做的蠻好 所以我們 沒有什麼 只有五月 比較嚴重 對五月開始比較嚴重 然後 我們就關 關在中心裡面 對 你們的嚴重就是 可能一天才幾十個耶 幾十個人確診耶 一兩百 那時候都是兩三百 兩三百 兩百 我們這邊一兩萬耶 他們 一百兩百三百四百的時候 他就 他就 我們就很擔心 我們真的很擔心 現在兩萬了 兩萬可能還要開放了 你知道嗎 我聽說要開放了 兩萬還要開放 因為現在經濟已經 惹上麻煩了 很辛苦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黎陽有開辦一個基金會 然後 我嗎 有嗎 黎陽嗎 還黎陽 黎陽 我我我 你有開一個基金會是吧 對 我在金門 我是金門人 然後就是 金門就是一個 酒很出名 反正就是 其中一個地方 台灣的其中一個地方 然後 我是金門人 然後 我希望可以就是 把我的某部分收入 應該講一個部分收入 捐出來 然後給 因為我之前的成績不是很好 我以前的成績不好 所以我希望可以幫 很多人在我那個時候 很徬徨的時候 給他們一點鼓勵 讓他們有堅定下來做 運動員的想法 他不管是 他有沒有想要繼續走這條路都沒關係 但是 就是他起碼是在他得到 有一些成績的時候 他有被鼓勵到 很偉大咧 你這樣做下去 沒有沒有 你這樣做下去是很好 因為如果你培養那個小的學員 等一下他又入奧運冠軍的時候 他又把他的錢又 對吧 又繼續做下去 所以說 越來越多人打羽毛球 我覺得 因為如果 我們的國家是這樣 如果 有好像 李宗維他拿到冠軍 就很多小孩子 要開始要去訓練了 我覺得你們現在 要開始打球了對吧 對對對 我們希望有更 當然更希望有更多人可以 接受體育這些 不管是他今天想要打球 還是要做其他事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所以我那個 基辛輝他沒有限制是 你一定要羽毛球成績 嗯 是你比如說你田徑有成績也可以 你什麼有成績 只要有成績 我們就鼓勵你這樣 嗯 我想問一下喔 你們平時打輸比賽的時候呢 有沒有遇到酸民 我不太會看 齊林會看 我不太會看 你不看 我之前看過 我會入心 入心之後就一直想 對對對 就是會走心 會一直想 所以後來我就不看 對啊 就堅持不看了 因為你看了 你會走心的話 你有時候會影響到你場上的表現 但是你會忘記你打球是為了 你打球是為了自己 對對對 就是為了 為了國家 為了自己 對 對 不是我們沒辦法 我打球就是這樣 我沒辦法滿足每一個人 對對對 所以我只努力做好我自己 覺得最好的那部分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畢竟 畢竟越來越多人 很有幸的越來越多人看到我們 那一定會有越來越多人的想法 比如說啊你今天防守怎麼爛 那你今天進攻怎麼那麼差 怎麼殺不死人 但是我們不 人就是沒辦法那麼完美嘛 那我們盡力做到最好的地方 對 這個 這個 要 很難去平凡欸 這個 平 對 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那時候看過一次是什麼 那個 發球 因為我有時候會有一點小動作 因為我發他從小就說 我是有點 就是 就是有點奸詐 奸詐的 球員 就會用一眼小聰明那種球員 然後 我很喜歡在人家可能很關鍵的時候 然後 就故意給人家比暫停 然後 或者是 或者是故意去換球 都是這樣的嗎 就是類似這樣 對 或是綁疊帶 大家其實都會 結果有一次不小心就看到 他就說 李揚每次都在關鍵的時候去用這個 是不是緊張了 我心裡想說我不是緊張 我就是喜歡在那個時候用這樣 然後去還行一下 然後後來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就知道那個多走心了 這個好啊 這個很好的 因為你可以斷對方的節奏嘛對不對 有時候打到 對對對 我到現在很很常用 只是我在比賽中現在不會想到那個 我到現在還是 就是人家要發或很急 比如說像那天 我打日本 那個Ando 他那天發球狀況其實 沒有那麼好 他狀況 我覺得他就是 他發 他後期他不會發球了現在 他一直發 就是往外發而已 他沒有發 對對對 他一開始發小球 我們第一次打的時候他發小球發得很漂亮 結果他這一次打他可能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發了兩顆沒進之後就是 短球之後 他就開始發長球 然後我就感覺到他要發長球 我就故意比停 比完停之後我就準備好要發長球 所以就比較好去抓那個節奏 要不然如果是你直接上去他直接發長球 你的節奏就會被他亂掉 那種感覺 對對對 因為奧運會之前呢 他那個你們的那個 就是賽 你們的對手全部列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 就問我看Ando這一隊 有機會多冠嗎 其實呢 他有機會的 其實我覺得他的機會不太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年級的問題 因為當時我看他前幾個比賽在打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速度有點慢 當你移動他的時候呢 因為他有年級了嘛 然後他很多時候 他出的球他都是要引我們進攻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需要跑太多 然後我看到對方移動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速度有點慢了 所以我就不看好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年級 有一點大了 所以 但是那個 太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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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這次球太慢了 要不然他那個打法太強 但是有順利風啊 有順利風 我看到有順利風 對順利風 順利風蠻明顯的 就是你只要用力跳 逆風 逆風要很用力跳 順風輕輕易跳 如果你沒控制好很快就出界了 所以我們每次下去都先 再適應是今天風多大 對 有網友問你 沒有拿到意義你睡得著嗎 沒有拿到意義 沒有拿到意義 睡得著嗎 那個有的話是人家給的獎勵 那我們很感謝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有拿到就是賺到 我們打比賽不是為了去賺錢 對 其實會有的啦 慢慢會有的啦 對吧 不要太多好的 你做好自己好的東西 我們運動員還是專注在 比賽成績上啦 我覺得運動員就不要特別去想 想說我今天要 對 要賺多少錢 你的心態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真的 因為 多的就是賺到 沒有的話就是 原本我們也不是 要想要從羽毛球賺到錢 對啊 你是想要在哪裡賺錢 你可以教我 沒有 我現在就活得很幸福了 所以 不需要說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賺得台灣首付啊 不可能吧 沒有機會啊 對對對 但是 但是要存錢 要存錢 要存錢 但是 你們 你們的 你們是國家對嗎 台灣是國家對嗎 你們還是 就是 我看到你們每一個人的衣服啊 都是不一樣的 贊助商的 那個是 對 那個沒關係 在我們台灣沒差 那個就是 我們每個公司不同 公司那是公司 哦 那是公司 對對對 然後公司是有發工資嗎 對不對 對 然後國家隊又有發工資嗎 對不對 如果你有公司 你是正職的話 那你的 國家隊的 錢就會比較少一點 哦 嗯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YY有嗎 你們有拿到 就是YY有拿到那個 私人的合同嗎 有有有 我們有國際約 我們國際約 你們是台灣還是日本的 嗯 日本的吧 哦你們 哦平時就是日本 就是日本 寄那個東西給你們的 是吧 欸這我不知道耶 這個好問題耶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但是我們可以拿日本的東西 那應該是日本的吧 你可能應該是YY 然後繼續台灣的 啊YY然後再 拿給你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對我們很好 說真的對我們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日本 但是我們那時候我跟 台灣部的總社 我是跟他直接跟他簽的 但是最重要我知道 那個工資是以美金計算的 哈哈哈哈 沒有我們台幣 我們台幣 台幣吧 對吧我記得是台幣 我的是台幣 我們是以美金計算的 你是台幣啊 你應該要拿美金 哦哦 美金就靠獎金了 但是獎金你們是拿完的嘛 對不對 獎金哪一次比賽 你說比賽獎金嗎 你們要 就是要交給政府嗎 一部分 就是之前有講過 就是扣稅的部分 每個地方都一樣 嗯 有扣稅啦 嗯嗯嗯嗯 等一下我看我看下留言啊 原來主持人不清楚台灣是國家隊 沒有 因為我們這裡是國家隊嘛 有時候你們可以 就是你們可以拿一些不一樣的贊助商 我們如果在國家隊的話 我們是 就不能拿到 我們就是要一樣的嘛 所以我不明白我才問問你嘛 網友說我不了解你們的國家隊 當然不了解我又不是台灣人啦 對不對 嗯嗯嗯沒錯沒錯 對阿對阿對阿 然後我看一下 你有看到留言嗎 有 可以回答你想要回答的留言啊 一些比較敏感的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再回答囉 嗯 對政府發講 沒錯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你一些不想回答你就不用回答你就 就回答你想回答的問題就可以了 不扣稅不用扣稅 哎呀不要談錢的啦 談其他的就 嗯不談錢 不談錢 對阿不要談錢阿對 就談榴槤 你平時來馬來西亞你是吃什麼榴槤的 我不知道我覺得馬來西亞的榴槤都蠻好吃的 之前之前是誰有帶 之前誰有帶我去吃過 你去打聯賽的時候 是阿之前那一次是那個 我不知道大哥你是不知道Brandon 阿Brandon 他是Brandon 他我們有去打過一次那個Puchong 啊Puchong 對對 然後他有帶我們一起去吃過 然後就是會有那個榴槤 榴槤 然後就有各式各樣的 對阿對阿 但是現在我都很少吃榴槤 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我覺得太貴了 就給 中國人 給外國人吃的貴了 好 給我們吃的 觀光可以吃的 現在我都是 我都是等人家送我吃榴槤 我都不買榴槤 因為太貴了 沒關係 我有小編的榴槤 現在起碼我有小編的榴槤 小編在等著你呢 他說 如果你來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他 他會帶你去吃飯 然後再帶你去吃榴槤 因為主要是 怕你太忙 因為你來到馬來西亞 你知道嗎 因為你來到馬來西亞的話 你 前幾年有來打過聯賽嘛 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人想要帶你去吃飯 然後有很多人想要跟你拍照 打聯賽的時候好久 打聯賽是 1415 忘記了 好久了 對啊 你現在突然間又 多了很多朋友和親戚 真的 你一拿冠軍啊 突然間很多朋友會找你了 沒有我還好 還好嗎 大部分還是比較熟識的才有 因為我看那個 那個跳水啦 那個中國的跳水冠軍 中國那個14歲那個 他跳水蠻厲害耶 哇 然後 他 我們就看新聞嘛 因為有時候有說抖音嘛 就看到 他這邊有太多親戚了 親朋其友 去他們家那邊對不對 沒有 一沒有拿冠軍的時候呢 就沒有朋友沒有親戚 一拿了冠軍呢 親戚很多 遠方跑過來的親戚太多了 有些也不 對啊 我還好 你還好啊 嗯 有台灣的明星來在看是嗎 你這個事我不會讀咧 他後面有一個世界的 是誰來的 浩爾異世界 如果沒有記錯字的話 我也怕說錯字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不會說錯 哎 有在嗎可以說一下嗎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人喔 沒有看過奧運金牌 你知道嗎 沒有摸過奧運金牌 等一下 我要找一下喔 等我一下喔 可以可以沒問題 唉唷我都忘記叫他拿奧運 欸叫他拿奧運金牌 看到我們馬來西亞都沒有拿過奧運金牌 唉唷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奧運金牌 真的 看一下奧運金牌 來 李洋對馬來西亞南雙有什麼看法 哇 這樣多馬來西亞人在這邊 你覺得他敢講什麼東西 等一下 他當然是 對馬來西亞的 南雙喔 我真的覺得他們技術都很好 就是 就是手中反攻 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需要加強這個 手中反攻的意識要很清楚 我們台灣就是 出力再出力 你又跟他們對打過嗎 馬來西亞的嗎 就年初 喔隨贏 馬來西亞我們年初打那個阿 芳衛跟蘇維跟阿倫恰有 阿倫恰你們贏嗎 欸對 喔 OK 看一下 哇 很帥耶拍張照 欸王麒麟 他在哪裡 王麒麟在隔壁 他在我們不能住一起 對對對 那個金牌中還是不中呢 超中 超中 你要 真的脖子 你要賣的時候 你告訴我啊 跟你買上來 蛤 這不能賣 可以借我你的金牌去打摩嗎 打一個一模一樣的出來 大哥 你的話可以 就你而已 謝謝你 謝謝你 沒有啦 就我們馬來西亞真的是沒有人贏過 每一次拿銀牌銀牌 我也是很後來 嗯 是不是比賽前 奧運比賽前的時候 我才 才聽到 不知道是 應該也是你們才寫的 然後我看到 然後就寫說 哇 原來沒有 我一直以為是有過 你們是台灣歷史上 羽毛球第一個奧運冠軍嘛 對不對 對沒錯 在之前我們沒有人經過四強 是嗎 一個都沒有 任何項目 五個項目都沒有 這一次就進兩個 所以 現在台灣還在報著你們的新聞嗎 對 台灣人現在超級熱情 真的超級熱情 超 然後我現在還在隔離旅館 所以 我現在感受到最終熱情是真的很多禮物 很多禮 真的很多 每天 每天他 我每天現在每天發的是發禮物 因為 我覺得每個收到都是人家對我們的一個心意 所以我就 不發又覺得不好意思 發了又發了很多 沒有 你直接告訴他 其實禮物不用送了 你就直接發銀行戶口給他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 剛才講好不講錢 不講錢 是啊 因為 因為馬來西亞的球員呢 他們也是在隔離 然後也是很多那種 就是餐館啊 送很多禮物啊 蛋糕啊 甜品啊 送很多給他們吃 真的 太幸福了 我們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對啊對啊 所以你們要怎樣去接呢 什麼去接 沒有 就是由 由飯店人員去幫我們 拿上來放到我們門口 我們只能 我們不能出房間 你們不能出房間 我們不能出房間 我們不能出房間 那你現在有做運動嗎 每一天在房間 前幾天比較沒有 我現在才 因為前幾天真的 太多 太多人 開始知道我們時候 我們的訪問有變多 然後變時間比較少 而且因為我原本會回覆 就是有留言給我的人 但是我現在是真的 目前還沒回完 還沒有時間 把它回完 對 我現在在努力想辦法 找 就是一點一點回完 對 要慢慢回啊 真的 太多了 我覺得就是 加一個心意 我會想要把 我之前就會把它回完 但是最近 突然太多人 看到我們 我自己也有點壓力 對 剛才我問你嗎 你有沒有多了很多朋友 跟親戚 你說沒有嗎 沒有 這個還好 但是遇到很多 就是 看到我們努力的人 真的 對對對 那個 前幾天 Dancy就有問我 他說 那個解釋杯 可能 解釋杯 可能在12月還是1月嘛 對不對 對 他是這樣跟我講 對對對 到時你會參加嗎 要看比賽 看比賽 看比賽有沒有考比賽 如果沒考比賽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 應該是沒有台灣的比賽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然後 那時候 都有那個 有 Final 跟市井在 你知道他說嗎 他說如果 如果 來台灣的話 那些球員 必須要隔離 他說 那 我不知道球員 願不願意隔離 然後你知道我問他什麼嗎 我說 他說 我願意隔離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你太老了 他說 不是找你 大哥應該是在找你吧 蛤 應該還是有找你啊 要不然他不會跟你講 沒有 沒有 他應該在看我們的直播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 他叫我幫他找球員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找球員的話 我必須要去看他們 去照顧他們嘛 好 那我 他就說 你太老了 他以為我真的是要去參加那個比賽 去打比賽 所以大哥你這次沒有來打嗎 蛤 你是沒有要來打 不是我要來打就可以啊 他不想要我啊 他說我太老了 哦 要不然他這次是 找誰 可能想找印尼啊 可能找芬德拉 可能想 那個誰啊 那個 俄羅斯的 俄羅斯 但是還在看啦 俄羅斯那個 伊凡納夫 對 你有和他交手過嗎 伊凡納夫 有 有 你覺得怎麼樣 他怎麼樣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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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打起來之後他 他比較 他比較 年紀比較大了 要不然他那時候我才剛出來的時候 他好強 他我剛出來那一年是 他全英冠軍的那一年啊 哦 是嗎 對 你覺得他的殺球重不重 他殺球重 還好很尖 超級尖 沒看過比他更尖的 是嗎 就是角度 角度 是嗎 嗯 他們 他們是兩兄弟 他們的名字好像一樣的 不是 不是 一個叫 伊凡納夫 對 有人叫我 你叫我 跟你說 講英語 你的英語講得很好嗎 英語我真的太差了 英語 投降 投降 我也是很差 因為每次我去英國的時候 以前我去英國的時候 然後 我們一打贏比賽的時候 那個記者問我們 在英文 我直接不會答的 我不會回答的 我也是叫古劍姐幫我回答的 因為我不會講英語的 我也是找麒麟 麒麟可以 我可以聽 但是要講出來 我沒有詞彙 我沒有字啊 沒有字 要慢慢學 要慢慢學 因為有時候我們 我 我希望哪一天 我可以把它學好一點 我最近在 我夢想是哪一天 我可以精通 我喜歡的各國語言 對對對 你喜歡去哪一個國家呢 我自己還蠻喜歡看韓劇的 所以我會蠻喜歡去韓國 韓國啊 嗯 日本也很棒啊 日本馬來西亞 其實 沒有特別 不喜歡的 說的 其實應該這樣講 印度呢 沒有什麼 我都打過兩次印度聯賽了 是啊 但是 我覺得真的還行 我覺得 就是 比較 他如果去到比較落後的地方 比較落後的地方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沒有到 我去打那兩個月 因為我打兩次嘛 我去兩個月其實都 都還好 說認真的 我覺得 哇你太容易接受那邊的生活了 因為我去到那邊呢 直接沒有 我就是在球場 然後去酒店 然後在酒店呢 每一次玩手機 每一天玩手機 然後就吃 那個炒飯 然後跟那個公保 每一天都是幾乎這樣過生活 你知道嗎 我可以啊 就咬得住 我咬得住 我要講 這部分 我這一定要講 胡子 我真的要提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才一天到兩天的程度 就這樣 所以我後來真的放棄 因為我平常大概是 比賽大概是 我可能前一個禮拜天瓜 因為我們台灣有個習俗 就是你要在 考試啊 比賽前 你就是不要剪指甲 然後不要刮鬍子 所以我後來就是一個 我就維持 禮拜天 刮完之後 我就到下個禮拜天才刮 所以我比賽 每次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越來越後面的比賽 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我鬍子越來越明顯 如果前面禮拜三的時候其實還好 但我這樣才一兩天就這樣 你相信嗎 以前我也是相信他們說 打比賽不要過胡靴 最後我不理 我相信 結果我會一直輸 真的 你相信嗎 一直輸嗎 真的假的 我相信 我就是迷信 我跟你說 我也是有人這麼說 然後有時候 指甲太長 我又去撿 但是有時候去撿的時候 一打球的時候 感覺為什麼我的技術 好像不對勁 感覺會差很多 就是 撿指甲真的會有手感上那個不一樣 真的有差 是想的問題 是思想 我覺得不是欸 我覺得是觸感的問題 是嗎 我覺得是觸感 因為原本有指甲的話 會多一點的話 他可以幫你多 摳住嗎 要怎麼講 就是幫你抓住 幫你抓住 你沒有指甲的時候 你就全部變成肉 然後 男君 離太遠我覺得不錯 然後機智的一生生活 我在看他們留言 可以 你看他們留言吧 嗯 現在不用比賽 但是因為現在 其實正常人不會看到我 理論上 你先回答他們吧 很多你的粉絲在這裡 所以要 要看一下他們的留言 你要回覆他們留言 因為你不回覆呢 他們又來說了 我們兩個在日本聊天 自己聊自己爽 所以要回覆一點 然後就打電話就好 哈哈哈哈 哦 鹹蘇姬超棒的 但我最近 我覺得我沒有到迷信的程度 我覺得還沒到迷信 對 要相信不要迷信 對 我還沒到迷信的程度 接觸面積跟摩擦力改變 真的有差嗎 嗯 提升握力 握力應該有點水平 欸我想問你啊 李漾 你推那個 這個啊 這個 哦超差 多少 一下應該 你 8 我肯定清過你 很多 在比在你當職業的時候嗎 對對對 就是睡著 然後推啊 這個叫那個Bandpass 對啊 你推多少 一下 蛤 我說一下嗎還是幾下 就是你平時先 你先說平時你哪是 哦 平常大概 30 40啊 說真的 30 40啊 平常在練的時候 30 40 對啊 如果推一下呢 推一下80 80啊 不可能你30 40 你推80 我80我推不上欸 我應該是最多也是60 然後平時我推40 沒有沒有那 30 40 真的30 40 因為因為我這個 不知道是我平常胖還是怎樣 我不用怎麼練 他就會 我只要一用就出來 像麒麟 我超級能推 超級厲害 超級厲害 80啊 麒麟 麒麟 麒麟我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重量量很重 是嗎 我 以前我推40的時候 我一進去國家隊 全部人都取笑我欸 我一路來就是推45 最多也是50 大哥你知道我 那大一大一是什麼 18歲那一年 我連一 就是20公斤的這樣 我都推不起來 推不起來被笑死 真的被笑死 我認真 因為我們以前 高中跟那個印尼教練學 所以他很強調的是 這個前面的力量 跟手指頭的力量 他就覺得這個還好 對 是 但是 他們每個人都推很重欸 很大力欸 對 但我覺得 有時候太大力 這邊太緊了 對嗎 嗯 我覺得太緊 然後是那個半噸的半噸 你們推多重 你說腳的嗎 啊腳的半噸 喔腳的我就很多了 我一下最多好像到230 230 蛤 我一下的 我那時候2008年還是 啊2008年 我準備奧運會的時候 我才180而已 哇 你230啊 哇你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那時候 就是 嗯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麼強 好像也沒有特別厲害 其實你也是跳得比我高 啊 對啊 他拿多少呢 他推多少呢 大概也在180 200之間 我覺得他有可能更高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看他 看他這個到底推 但是他確實很厲害 我 他是 我以為我很厲害的180 每次跟他說我推180 原來我遇到更強了 200 沒有沒有 我可能比較矮 我比較矮 比較矮 那個力幣比較短 沒有而且我們推180呢 是 就是沒下完呢 就下一點點 然後就上來了 就180 你還可以推230 嗯 哇太厲害了 你太厲害了 沒有沒有 就只有 我就只有這個可以驕傲 就這一個而已 對 單位一樣 KG吧 應該都是KG 啊KG嗎 對啊 KG 剛剛有人下面問說單位一樣嗎 對我三根手指頭 這三根很厲害 有人問 厲害到我這邊 已經緊起來了 所以我這隻手指頭 站不開 喔 這一隻我 因為這邊太緊了 有人問你為什麼 今天晚上吃什麼好料 今天 今天 今天晚上吃什麼 今天晚上我吃 皮管麵 皮管麵 就有點像義大利麵 喔 義大利麵 嗯 接下來 你接下來還有 還有什麼訪問嗎 就是明天 後天 明天 因為明天生日 我放假 所以今天 到明天 大哥就留給你而已 謝謝你 謝謝你 我 今天晚上 就是謝謝你大哥看得起我 居然會選我 沒有 因為之前我們 就是你沒打奧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聊天嘛 對不對 想不到過了三個月 你已經是奧運冠軍了 真的 真的 是吧 運氣好 不是運氣好 大哥上次教的好 我哪裡有教 我沒教你耶 有有有有 大哥你有教 我沒教你耶 你不要害我耶 等一下你 有有 我會害你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打到馬來西亞的 所以沒有害到 對對對 有時候 有時候比賽的對手 也是要看點什麼 有時候拿冠軍 也是要看點什麼 有時候 你喜不喜歡 那個對手的 球路啊 球風 對對對 你比較不喜歡 打哪一個國家呢 我如果 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個人 我比較不喜歡 日本 跟韓國 因為我算是那種 會失誤的那種 就是 還是會有時候 會想要去拼那種 比較漂亮的球 對 但是 因為日本韓國 他就是 他就會覺得說 他把你漂亮的那顆球 撐過去之後 那就 我就會自己死掉 但是配麒麟好一點 就是因為麒麟 他就是打日本韓國 比較厲害 但是麒麟就相對起來 比較不喜歡印尼的 但是我對印尼就 可以有對抗性 但是打不打贏又是另外一個 打印尼不累啊 我就太 最喜歡打印尼了 因為不累了 打印尼 打韓國我就怕 打印尼 打印尼 很怕的是他那個 前三拍 每次前三拍 要特別專注 對 有時候他想要發球 我就有可能會跟齊 我慢一點 我慢一點 不要 他太快了 不要理他 但是如果你敢拉開 就應該沒什麼風險 沒有風險這樣 對 所以很吃那個球場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跟大哥你一樣 防球這麼好 可以啦 你們的防守很好勒 沒有 就能打一下而已 你還會說廣東話嗎 我聽比較好 我講沒那麼厲害 但偶爾講幾句而已 但是我大部分都是聽比較好 講幾句 就是講 五海 你的名字怎麼叫呢 雷勇 我是李勇 廣東話 廣東話 這是台語 我講的是福建話 廣東話我不會 廣東話 你會不會說 那個我不會 我會 我會台語 台語叫什麼福建話 應該是 他們是一樣的 福建話 對啊 誰也會 我記得誰也會 跟我講一樣的台語 對 一樣的 是不是 玉語 我會講 但是你講得太深了 我聽不懂 好 好像福建話跟台語是一樣的 我是 接近 沒有完全一樣 我是福建人 你聽得懂嗎 對 就是我是福建人 就是我是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 你為什麼聊那麼久 蛤 不可以聊太久 他說 沒有 主要是因為 11點我就睡了 我比完賽 我只放 我們剛剛有放兩三天 然後沒有那麼早睡 但是我後來還是 就11點繼續睡 然後就大概7點 7點半起來 對差不多 可以 我們 下一次 期待可以在台灣見面 好 當然好 接四杯 你要帶我去吃那個 撈王 我喜歡吃撈王 好 大哥你想吃什麼 我帶你去吃 然後我去馬來西亞 大哥你帶我去吃 好 好 拜拜 大哥拜拜 拜拜 各位拜拜 謝謝